2019全球百大美女榜单出炉 台湾女孩周子瑜风光拿下冠军 不过其实在榜单揭晓的前一天 网路上先流出了一份名单 当时周子瑜是被挤到第15名 第一名则是由一位26岁的土耳其女星拿下 不过事后被证实这是一份假的名单 在官方的榜单当中 周子瑜是夺得了冠军 这也是他入榜以来最好的名次 至于全球百大帅哥名单当中 唯一入榜的台湾男星则是一孤一人高以祥 和有性感女生之声的 LA团圆雪炫合体尬舞 周子瑜表现丝毫不逊色 性感中带点可爱气息 不只再次融化粉丝的心 高颜值更让他在最新出炉的 2019全球百大美女排行榜中 拿下冠军 一连串十几张美照连发 这也是他入榜以来最好名次 只是这第一名差点闹乌龙 因为就在榜单公布前一天 一度有假名单流出 说全球最美是位26岁土耳其女星 但28号官方榜单揭晓 周子瑜从第15名翻盘夺后 尽管一旁周子瑜国籍 是台湾国籍和五星旗并列 引发讨论 但美丽的确在获国籍认证 至于全球百大帅哥榜单中 唯一入选的台湾男星 就是已故一人高以祥 拿下全球百大帅哥第84名 为了表示悼念 街榜影片还在左下角写上RIP字眼 最后更把照片转换成黑白照 也让粉丝看了鼻酸感慨万千 节奏不到了